看完第一個問題 時空理論在2030年是全球必修嗎? 大家好,我是忌之 今天動漫五四三要聊的作品是 哥吉拉奇異點 本作的故事舞台設定在2030年的地球 顧名思義 故事就是哥吉拉跟一堆怪獸 集體入侵人類世界的故事 但本作不是哥吉拉大戰金剛這種雙片 本片的故事是劇情取向 一邊討論更高維度的世界 一邊解開時空穿梭的謎團 要歸類的話 本片比較偏向星際效應或天能這種科幻劇情 說到哥吉拉奇異點的目標客群 我真的覺得有點微妙 當看動畫的名字 你會認為這是給哥吉拉謎看的 動畫裡面出現的怪獸 確實都是哥吉拉系列的怪獸 但看到後面我發現就算故事把哥吉拉抽掉 換成一隻新的原創怪獸也沒差 因為動畫的重點不在怪獸上 而是在劇情的解謎上 我自己以前沒看過哥吉拉的系列 是覺得還不錯 但如果你是想看怪獸幹架的哥吉拉謎的話 這部動畫就不是你的菜了 還請各位看動畫之前千萬不要期待錯誤 哥吉拉奇異點的故事 注重在怪獸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 以及人類如何阻止這些怪獸 故事中充斥了一大堆科學專有名詞 與時空間理論 我自己看到最後其實都只看得懂大方向 但這也是這部動畫厲害的地方 雖然明年完全看懂故事的細節與理論 但觀眾還是有辦法掌握劇情的脈絡 主角們當前的目標與目的並不會看不懂 怪獸背後的謎團雖然很科學很哲學 但只要跟著主角抽絲剝繭 在故事的最後一樣能享受伏筆解開時的樂趣 哥吉拉奇異點說故事的方式是雙線並行 乍看之下是一男一女的人類主角 但實際看完整部動畫之後 我覺得人類其實比較像帶故事的配角 本作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兩個極度OP的AI機器人 佩羅2號跟噴射傑格 剛好一個硬體配一個軟體 故事上就是有兩位人類主角提出理論與假設 並由佩羅2號這個軟體負責跑程式 挖資料解開故事中的謎團 另一邊的硬體噴射傑格就是負責砍怪獸 保護人類並由人類協助硬體的維修與運輸 好讓他能到日本各地砍怪獸 至於本作的其他配角 就是負責輔佐這四個主角的助手 說到這裡本作的所有角色 不論國籍、年紀、職業 討論時空哲學對他們來說就跟喝水一樣 連思考的時間都不用 回覆複雜的科學問題比我回覆影片留言還快 我在這些人面前就跟文盲一樣 看動畫的當下倒是一個閃神 就會被故事甩到後面去 看到後面真的超佩服所有角色 哥吉亞奇異點的科幻理論 相信網路上也針對故事內容也有很多討論了 我自己大概只看懂了一半 就不在這邊獻醜了 但在故事敘述的部分 我真的願意給本動畫一個讚 畢竟這種賣弄理論的故事 要是沒處理好 就會像天人後面一樣 走火落魔到觀眾看不懂 無法融入劇情 能在專業知識與觀影體驗之間 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就是本作最優秀的地方 製作的部分 哥吉亞奇異點的怪獸戲份雖然不多 但在製作上真的一點都不馬虎 紅塵漫天飛舞的呈現很精緻 打鬥的部分也很俐落 怪獸的動作不但流暢 在聲光的部分 哥吉亞的集氣射線真的有夠帥 雖然戰場的畫面被紅塵覆蓋 但並不會看不清楚 本作的動畫製作完全是劇場版規格 感謝兩位動畫公司的金費燃燒之術 總結哥吉亞奇異點 故事雖然在理論的部分難懂 但主線不會看不懂 怪獸的戲份雖然不多 但出場時的畫面與呈現都很有誠意 故事的最後有回收前面的謎團 也有在最後的結局留下續集的伏筆 看完真的會期待日後第二季的故事 哥吉亞奇異點就是一部相當不錯 還算推薦的動畫 雖然沒看過任何哥吉亞作品也沒關係 本作就是一部獨立完整的動畫 就看你對時空科幻的接受程度如何了 再提醒一次 本片不是無腦爽片 不要期待錯誤 好啦今天動漫53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記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